我可以稍微推翻 啊 還沒有 太可怕了 那麼衝幹嘛 就是 先回答的是有薑餅嗎 就是啊 你精心牡羊 客製一點 好痛喔 老靈魂 老靈魂 下一個 一個定義 威 威 威風的威 我覺得那個威字是很陽剛 但是裡面有個女人 和女人味是 其實在裡面是有柔軟的那一面的 下一題 你怎麼都不按 我要讓你耶 你先 你先 我覺得男生女生都很敏感 哪裡敏感 所以就各方面 OK 可是男生太敏感好嗎 男生太敏感就會比較體貼啊 會不會很黏 滿黏的 對 非常黏 但是我覺得那種黏是障眼法 試圖讓人以為她很深情 而逃不出她的手掌心 那不是可怕嗎 你在說修嗎 不是 修跟靜雯的那個修 但是天秤跟雙魚很配喔 我跟我老公也是天秤跟雙魚耶 因為天秤很需要雙魚當麻醉藥 止痛藥 讓他們在艱難的人生當中可以勇敢前行 所以是天秤逃不出雙魚的手掌心嗎 是 逃不出 所以是我老公逃不出我 然後賈靜雯逃不出修解凱 嗯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但是又會很愛你們喔 我們也很愛他們啊 而且天秤座很需要聊天 紓壓 雙魚座又很會聊天 雙魚座在我心目中 也是表達能力一流的星座 雙魚座太優秀了 太優秀了 怎麼搞定的分 怎麼搞定 是這樣子的 我是一個搞不定的人 所以這題我就不回答了 誰能搞定雙魚座 我們只有被雙魚座搞定的份吧 我覺得有一點空間 然後有一點主見 然後不要太黏 可是該貼心的時候要貼心 沒有這樣完美的人 所以不要搞定算了 其實講穿了 雙魚座就是變動星座 那之一 變動星座所需要的 就是你說的 給它自由 給它空間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雙魚座就會良心發現 就是因為雙魚座是水象星座 水象星座一定會很感謝 你給它空間這件事情 就會好好的回報你囉 老公你有聽到嗎 老公這麼不給你空間啊 沒有沒有我老公 我老公還給我空間 不然我怎麼可以 每個月這樣費出來工作 所以 謝謝老公 我愛你 看吧 多麼會說話 多麼會表達的一個星座 難怪能夠把婚姻維持得很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愛你